我们原来是三个诊面 我们又增加了几个达到五到六 尽可能缩软救援后的时间 挂完号以后再等着分诊 我们会把最重的病人 骑救车送来的病人 优先让医生先看 里边是诊区 是那个病人非常多的病人 大家看到那个牌子上的那个 那就是在等候的病人 那上面有颜色有绿色有黄色 你会看到黄色就是级别要高一点的 那就是三级的病人 绿色是四级的 如果是红色就是二级的 你现在没有红色 就是有红色我们就优先看了 一级就直接进承诊区 这是我们的承诊区 全是重病人这里面 大家看到养活大概都是七十多 八十就是这种的重病人 我呼吸衰竭的病人都在这里面 这都是过道 对 后加的疼 外面加了四十三个平车 就这个团味 可能还不太够用 我们还在 还在这个想办法找到新的平车 医院也在取全院之力 把别的专科 去专科 全部排成我们叫做共享病房 或者叫做综合病房 收治这些感染的重的病人 我们这个相当于是跟急诊的那个 有关抢救死医院 就是第一道防线 我们每天的这个工作就是从下面 把重病人马上弄上来 把稍微好点都控制好的病人 就按他的病情的情路 然后往医院的其他的病区去分解 就是保持这个病人应该要救治 还得要赚起来 这不是平时的看病了 就是像打一场仗一样 那我们期待着能够尽快地 这个能够把这批病人处理好 救治好 尽量减少重症率和减少死亡率 希望能够 能够给老百姓多做点事情 这是我们真的 真的想法 我们的这个职责吧 我们能干的就这些事情 在这个时候 就挺身而出的 承担起我们这些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